大家好 歡迎你回到我的專欄 尿尼Netflix 如果你喜歡看我的湯水和食譜 記得Subscribe和Like我們的GT Channel 夏天要保持健康還說得及 因為保持健康都不會吃到很乾 可以很有人生意義 今次介紹大家這個紅色的泡菜椰菜花飯 我們會做到金銀蛋的效果 聽甚麼材料 說明椰菜花飯的主角當然是他 如果你不想吸收這麼多澱粉質 又想飽肚一點的話 椰菜花飯便最好 前面有兩種椰菜花 一個是急凍了 一個是乾身在街市新鮮買到 這個新鮮的椰菜花比較硬 有些朋友這樣炒的話 可能會覺得很硬 很容易忍著胃 你可以預先蒸5分鐘 放涼再炒 會軟一點 吃下去就不會忍著 最方便當然是這個現成急凍了的椰菜花 急凍了已經有很足夠的水分 會軟一點 而且會容易打爛它一些 如果你用新鮮也好乾也好 你可以把這個位置切出來 因為這裡會多一點時間打碎 這個花的位置相對打的時間會少些 如果你打得太碎 然後炒就很難炒了 解凍了椰菜花的水分也挺多的 你最好用少許力 先把多餘的水分拿出來 鎖一鎖 或者你打完再鎖都可以 這樣炒出來就會爽身一點 打這個椰菜花飯 我們已經加了一粒蒜頭 因為令它炒出來再香一點 野味一點 但是你打的時候不要不斷開著一個超強勁的 不要不斷打 我不是要打椰菜花用 我不是要做Cream的忌廉湯 我想它一粒一粒 逐一看究竟它打完沒有 炒菜炒飯當然不能少它 主角炒菜 我會先把它 攪碎它 稍後會比較容易和飯融合 因為它比較大塊 這個椰菜花飯我們會有腩肉 如果不想吃肉的話可以用豆腐袋 豆腐有兩個做法 你可以用硬豆腐拿叉去炒 好像肉碎一樣 但我想它有少少咬口的話 我預先把它放進冰箱裡冷藏一晚 變成冰豆腐一會兒要咬口少少 不會一坨融掉 把它切一粒粒 如果沒有時間冷藏一晚 都會覺得它有很多水分 你可以買回來之後 灑點鹽在表面 然後用廚紙放一擦一擦 再摘碟在表面 將豆腐多餘的水分 就會摘出來 無論你拿去煎 都不會太容易爛 加少許油 炒一炒豆腐 讓它乾身少許 炒豆腐 我們準備了腩肉 腩肉已經預先切開一塊塊 腩肉軟軟軟可能會很難切 放進冰箱冷藏一個多鐘 挺身一點會容易切很多 如果不喜歡用腩肉的話 可以用牛肉等其他東西都可以 最重要是腩肉的油炒椰菜花飯會香很多 底味我先加少許魚露或豉油去醃 想肉不要那麼乾身的話 其實最好加少許水 不用擔心腩肉會很油 這些是很脆的 很脆口很爽脆的 不會弄出來是油膩膩的 先燒熱一個鍋子 煎香腩肉 有少許燒香 我們加少許豉油也可以 油不要浪費 我們就要油炒飯 炒飯 炒飯究竟要加蛋黃還是蛋白 是否最好 如果想它粒粒是金黃色的話 就先加蛋黃去攪拌椰菜花飯 先把椰菜花飯 先把椰菜花飯推到一邊 先把椰菜花飯 先把椰菜花飯推到一邊 先把椰菜花飯 要看鑊的壽熱位 如果平時用明火 可能在中間的洞才倒入蛋白 先加少許油 倒入蛋白 先把蛋白煎一下 先把蛋白煎一下 然後可以開始搖散 現在可以炒下去了 可以看到有白色 有些淡黃的顏色很分明 加上豆腐 加上泡菜 加上腩肉 趁鍋爛鍋 現在還熱 要在邊裏少許豉油 再加上香味才能發出 煮過有少許椰菜花 你可以用甜豉油 敲火加上蔥花 如果想要香口的話 加少許Sound 或許加入芝麻也可以 OK